Coco早餐 Coco's VIP 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到的这位来宾是真的是非常特别 他纵观两岸三地 而且他在我们的电影事业当中赫赫有名 可是他今天的来到 不止我们彭比顺辉的Coco早餐 也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位今天的男主角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他是王宇大哥 王宇大哥好 Coco好 然后所有Coco早餐的听众大家好 非常谢谢这个王宇大哥是我的偶像 而且我们十几年前那个认识交谈 好好的这个参谈过之后 王大哥说请我吃饭到现在都还没有请过 那可以请两次 这个十年你要还我两次 王宇大哥已经有十三年的时间 这个非常的这个岁月如梭 王宇大哥今年呢 这个我们哪有荣幸请到这个 您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当然还是因为金马奖终于这个 适得你这位这个演艺界的人才 给你入团了男主角 但是王大哥呢 他拍片的资历已经非常多年了 后来我们翻一翻金马奖的资料 发现王宇大哥 你从来没有得过任何金马奖 这个这次才入团金马奖的男主角 你已经60好几 我71岁 不是60好几 71岁 你71岁才入围最佳男主角 然后翻阅过去的你的这个演艺生涯 你拍了那么多部电影 从来没有得过金马奖的奖项 你不觉得哀怨吗 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我们这个台湾的金马奖也太不是英雄 也太不是人才了吧 你怎么看 其实我前年有入围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结果是有入围没中奖 中风没中奖 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得奖 而且我们几乎都是从小看王宇大哥的电影长大的 像我这一代几乎就是看着你的电影长大的 金马奖过去在你们的那一代的演员当中 是少于报名不去争取吗 你自己演了那么多戏 结果到现在到老了才入围一个男主角 而且很多人说你这个得奖的可能性 也是高过我们一般大家所得到的这个比例 那你怎么看待你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一个最佳男主角的入围 你前一阵子是上次是男配角入围吗 对不对 没错 你有什么感想 没有了这个马云九的歌员了 见光死 呼声越高 越不容易得奖 我能够入围就是被肯定了 我非常开心 是吧 那你会很紧张吗 那么老了怎么会紧张 什么都看过了 尤其中风以后 整个想法都不一样 能够入围就是我的一个荣誉 得奖过来是非常开心 得奖也是总算被肯定过了 那不觉得那个金马奖误你一生吗 这一生都没有好好的发觉 你在你这个当年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开始进入演艺圈 一直到现在中间竟然都没有发觉你这样的一个人才 也从来没有给你过一些桂冠那个光滑 你不会觉得很遗憾或者说很哀怨吗 不会了 我想自己要检讨年轻时候因为可能形象不好 一天到晚社会新闻太多吧 那个金马奖的男主角 大家的要求比较高 品德国方面都应该比较好一点 那金马奖你知道金马奖的由来吧 金马两个字跟金门马祖真的有关呢 不是很清楚 那是真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以前金马奖都一本正经的 那个宋楚瑜都要去出席 穿个小燕尾服对不对 您过去有参加过金马奖颁奖典礼吗 以前我记得是十五届十八届 我演一部电影叫守朱秦森 有王世镇导演 男主角是双生一代 我跟秦祥林 女主角是田妞 那部戏首作秦森 有得过最佳影片奖 最佳影片 所以上台的是导演 就上台那天 我是上台代表那个片领奖 您有去领奖 这就是你参加金马奖典礼的 这个唯一的一个经验 唯一的意思就是一个影片拿到奖 我代表影片拿奖 我们这个访问播出的时候 还距离这个金马奖颁奖典礼还没到时候 这个王大哥今年一定会盛装参加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对不对 这个金马奖给了荣誉 我一定要去 你得奖的感言先好了没 没有想过 到时候在领场发挥吗 领场发挥吧 你的女儿们要去吗 当然女儿会过来陪我去 清平 清平会陪我去 你这个入围之后 这个家人啊 或是你其他身边的好朋友们 大家都怎么样 这个反应的 都怎么跟你道贺的 当然是我经纪公司的一些老同事 第一时间就发短信给我公司 我还不知道 不过这部片子 他这个跟你以前演的电影 会不会比较不一样 这个你当时是怎么接下来 这个诗魂这部电影的 这个爸爸的角色 现在回顾起来 好像这部电影 他基本上在你的人生当中 因为他的剧情啊 跟你的这个身份年龄了 都有某种程度的 这个还有你的人生阅历 好像有一点若有四无的吻合 所以要请教王宇大哥 演诗魂 你是在什么样心情之下 接下这部电影的 当时这部电影是由我公司的 我的助理跟我讲 中导演 他们想跟我合作 那我们出来在一个地方喝茶见面 那时候我中风大概才半年吧 是啊 我觉得身体的状况不适合 连走路 哪哪拐状都没有办法走 这怎么可以演戏了 就当时我推掉了 可是那个导演呢 非常诚恳的 说他愿意等我 大概等了我四个月 那我身体稍微好转一点 我觉得盛情难缺 那我就接这部戏 但是接的时候心里有疑问 奇怪 这个导演脑子也没有毛病 一个老头中风了 走路都不方便 他还找我演戏 片丑也不便宜 这个导演 这个是不是导演脑子有问题 当时真的有这么 就到拍这部戏的时候 才知道 这个导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 我只是怕我达不到他的要求 因为以前演大侠比较容易了 你这个刀一灰 戏底安排好的 这个坏人就要倒下来 就要躺在地下 两个眼睛一蹬就可以了 这部戏是完全要靠内心 就是因为儿子 这个剧情里面 儿子有中错了一个状况 对 爸爸要内心吸气 中风以后了 这个怎么讲 因为是神经方面的毛病中风 自律神经根本就受审害 很多表现是做不出来的 那你怎么办 做不出来摇着牙也要做 既然人家戏不能耽误人家 所以 所以你的意思 非常辛苦 你在这个70岁的时候演四魂 反而在你的这个人生演绎的生涯当中 是另外一次的考验 跟另外一次的历练吗 对不对 最大的考验 哇 但是好不简单 那个光评这几句话 我看最佳男主角应该是你的 在替你这个拉票 可是王宇大哥特别一直不忌讳他这个中风过 你知道王大哥很多人 中风对他们的身心来讲的打击都很大 特别是中风的病人很容易心灵脆弱 那他在复健的过程里面很痛苦 那复健如果不完全的话 他连这个行动啊 语言啊都很困难 他的社交生活都会被压缩 甚至于自信都会减少 可是我看到王大哥 我觉得王大哥应该做这个中风这个病症的一个公益代言人 告诉大家得到这个病 千万不要害怕 赶快去复健 赶快去治疗 会复原的非常好 因为我看到王大哥 你中风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而且都 两年多 两年多 你的恢复的非常好 你怎么样去克服的 没有了 刚刚中风的时候 哇 我记得那个是从 我是在大陆中风的 嗯 在珠海 我女儿包了一部那个救护车 把我从珠海接到香港 嗯 到香港的第一第二天 就是中医西医都来了 然后头上扎满了针 嗯 我几个好朋友来看 我说哎呀 完了完了完了 你看扎了几十只针 他都没有表情啊 都不痛啊 我就跟他们笑 他问我你痛不痛 我就笑 啊 我说当然痛啊 他又怎么不叫 我说那么多漂亮护士在旁边 怎么可以叫痛啊 哈哈 好幽默 真的真的 你过去你有高血压吗 或是有其他的这个病症 这个征兆吗 怎么会突然就中风 没有啊 因为就是身体太好 从来就不注意 从来不检查身体的 哦是啊 从来不知道自己 我也没有山高 以前有检查过 没有了 就是山高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嗯 身体太好了 所以喝酒啊 什么都不节制 嗯 一个晚上可以喝三瓶 白兰蒂 你想想看 哎呦 嗯 我喝酒都是喝大口的 你给我倒一口 我是一口 你给我倒半杯 我也是一口 你给我倒一大杯 我也是一口 我曾经试过一瓶 白兰蒂两口 哎呦 一瓶白兰蒂两口 成的喝两口 就把一瓶干掉了 各位听众 就是这样子会冲锋 所以还是不要这样 所以大家不要学我 你现在已经戒酒了吗 没有戒 嗯 你还在喝吗 现在没有喝酒 现在有的场合要敬酒 嗯 中国人是礼貌的 看到人家的长辈啊 什么都要敬酒 嗯 我还是那么喝啊 还是一喝一口 就是半杯一杯 嗯 但是还是节制比较好 对 不然我喝 反正他们看不到 嗯 还有 你还是 可是我看你附件的非常好啊 你在这个 嗯 之后这个 嗯 医师完全苏醒之后 你怎么样去克服中风的附件 因为我的母亲是中风啊 这个后来又再中风两次之后过世 所以我对中风这个病症是有一个感同身受的一个痛苦的经历啊 那个看到亲人 嗯 他那个复健过程是很很困难的 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 你怎么克服困难 也没有啊 就是这样 就是咬着牙齿去撑着 刚刚中风 我在医院的第三天 在香港的医院第三天我就下床走了 哎呦 医生都很怕 嗯 怕我摔倒 嗯 我说不会了 我就慢慢一步一步走 嗯 然后呢 然后就慢慢慢慢 因为可能运气好 我 我中风的那一天运气好 人家是中风以后有人看到就救 没人看到就走了 对 我是中风以后自己打电话求救的 啊 你自己觉得不对劲 我那天在大陆的一个旅馆里面 我吃完晚饭回到房间 嗯 就觉得手不听话 然后走到厕所出来 整个人就摔在地下了 嗯 摔在地下我就拿了个手机 嗯 打给我们旅馆那个operator 嗯 我说我是几号房的客人 请你开门来送我去医院 嗯 他说哎 大哥你几号房啊 我说我1306 他说你为什么不打房间电话 我说小姐 我中风 我爬不过去 我看到电话 我爬不过去 我拿手机打的 嗯 他还笑 说大哥 你不要开玩笑吧 中风还可以自己求救吗 所以这是 不是笑话 这是真的 我们的点啊 啊 后来他就找人上来开门 啊 我是第一时间就去了医院 所以说比较快 啊 可能我中风算是小中风了 对 人气比较好 啊 所以恢复都比较快 我第一个礼拜 我就问那个医生 我说我讲话 你听得懂吗 他说听得懂 听得懂 我现在想问你 我讲话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啊 非常正常啊 刚刚中风是石头是大的 没有办法讲话 所以你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这个再继续下去 就应该有五成吧 啊 不过你还是要少喝酒 然后喝酒 这个喝多了 还是不太好 而且晚上这个出去 不在家里的时候 出去在旅馆 最好有人陪你 现在没有女朋友陪你啊 嗯 进广告 今年 今年运气比较好了 今年得奖也得了两次了 啊 今年的五月份 你有个女朋友了 交了一个女朋友 小我四十岁 啊 可是上个月分手了 真的还假的 真的 因为他们家里面啊 妈妈不喜欢 每一次看到女儿出来陪我们 妈妈就在家里哭 你七十岁 小你四十岁 才三十岁 怪不得他妈要哭 他妈比你还小 妈妈小我十四岁 我们进广告 哇 王宇大哥 今年五月交了一个女朋友 那现在才十月啊 交不到五个月就分手了 你没哭啊 没有了 没有 因为我觉得老是这样下去啊 造成人家家变啊 就不好 如果我自己的女儿 就叫一个大四十岁的 我也不喜欢呢 嗯 讲心比心嘛 所以后来我说好 我们分手 那现在的王宇大哥是 Available 单身的 有兴趣的女性 可以跟王宇大哥联系 马上回来 千万不要叫我那么老的 千万不要 我是周玉寇 我们在现场请到的贵宾 是王宇大哥 大家都认识的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 我们今天呢 特别来宾啊 在我们的这个 很多的什么的 时安的风暴了 或者是政治的斗争当中 这个我们来到了一个温暖的春风 这就是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 今天呢 为各位邀请的是 王宇大哥 你看过他的独臂道也好 看过他的诗魂也好 中间差了非常多年了 但是他是永远的王宇 永远的帅哥 那刚才呢 王宇大哥自己爆料说 他交了一个小40岁的女朋友 后来就分手了 那个女孩子是你的 他是大陆人 他是大陆人 海关的公务员 你怎么会跟海关公务员来往呢 我一个朋友的一个饭局 他主动来这个判断你的 还是你去追人家的 他有看过我以前所有 那么年轻的老的那个DVD 他也看过都看过 哇 看了独臂道的人 再看到你本人一定是飞蛾扑火 这样子过来的 会了 就是这个是双方面的 他对我印象不错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很乖嘛 我们以前这个演艺人员 讲老实话了 这除了这个圈子底的以外 一般外面认识的都是 这种公共场所 什么酒囊了 酒家了 很少碰到那么好 那么乖的女孩子 当然我这个意愿也很高了 他开始约会他 是他主动向您示好 示爱还是你去约他 当然是我约他了 你约他他就答应了 就出来了 就吃吃饭啊 聊聊天啊 本来你以为可以 这个找到一个黄昏之恋 对啊 我本来我是 因为我刚才讲 我是担心的 如果大家交往到以后 将来的是不知道 如果以后可以的话 可以可以走长远一点 真的啊 那我看你是认真的 可是那个女孩子 因为他他常跟你说 他妈妈不赞成 当然不赞成 没有一个父母亲 会终于喜欢自己的小孩子 交往一个大40岁的 我想男女都是一样的 人家那个杨振宁 82岁 娶的是28岁 你70岁跟一个30岁来往 那根本跟杨振宁博士来讲 还差多了 我跟他比什么能比 杨博士是才华 全球华人之光啊 那你是演艺之光啊 你还比杨振宁那个长得帅 我怎么跟他比杨振宁 杨振宁的命比较好 杨博士的命比较好 我真的是本来要为你祝福的 因为看这个这个 王宇大哥你这个年纪了 那个有一个女伴照顾总是比较好的 还有机会 救的不去新的不来 还有机会 你好没良心啊你 你跟人家来往半天 然后人家这个说他妈妈在家里哭 你就决定跟他分开了 对啊 这样比较好啊 不要在人家家里再有家病不好 你不难过吗 难过是有一阵子了 一下就过了 你有试炼吗 好像没有 他嘴巴在嘴硬 那那女孩子有打电话给你有哭吗 他后来我们讲分手以后就没有了 他有没有哭我是不知道 好我们为他祝福 那也可能是下一段这个爱情的开始 那王大哥你单身多久了 到现在为止13年多了 这次啊 对 我这样问好像不太对劲 这次单身13年之久也 对啊 上一次你访问我是 就13年前 前十年嘛 对 前十年 对 上一个婚姻的结束的时候 上一次访问我是scandal 是丑闻了 这一次题目比较 上次呢也不叫丑闻 那就是一个家庭婚姻上的这个不愉快的一个结果嘛 13年来我们看到王大哥交了女朋友又分手了还这个假装没有失恋 其实心里还蛮难过因为他刚才折磨了三秒钟 可是现在他得到了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的入围对不对 嗯 你的婚姻都很奇特你知道吗 那哎 年轻人知不知道王与大哥第一个太太是你第一个太太就是林翠吗 我来报好了 第一个太太小我大我七岁啊 第二个是小我13岁啊 第三个还在等待中 第三个不晓得会不会有 嗯 你有结婚的意愿吗 如果人家愿意叫我当然我找到好的我当然愿意 我才不相信你这13年当中没有碰到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 没有碰到有大家逢场主席王丸有了 我觉得你是不是标准太高了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男人都一样喜欢年轻喜欢漂亮 什么鬼啊你想打他一顿 你什么意思不见得一定要年轻漂亮 他跟你投缘啊合得来啊 漂亮的人不一定年轻要碰得到想对 要碰得到再说吧 哪一类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喜欢的长相是像林翠姐姐那种啊 还是像你第二个小13岁太太那个很端正端雅的空中小姐型的 你喜欢哪一款的比方像现在的名媛里面 小S啦林志玲啦侯佩成啦 你认识这些人吧 啪啪 这些这些年轻一代你认得吗 我当然知道 你都知道 都知道 都知道他们看到的 桃子啦 这些你都不喜欢啊 不喜欢人家不会喜欢我 我干嘛去想那个 那你喜欢那个张子怡吗 今年的最佳女主角入围的 摇头 不喜欢 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现在有名的女明星里面哪一个是你的 觉得你觉得是一个梦中情人的 苏琪吧 哎呦 苏琪有啊有啊 最佳女主角有入围啊 希望她能够得讲 这样你们两个就可以抱在一起照相 你觉得她演戏也能好吗 她这次是演那个西游记的那个那个角色 我很喜欢苏琪 可是她入围的这个电影 我不是很喜欢 因为她不是美女 你呢 你觉得呢 她的电影我差不多都有看 我上一次金马奖我若微前一年她就坐我旁边 男配角的时候 她也坐我旁边 然后每一次在讲我一叫 我叫完 就是那个人就是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 到女主角的时候 我还准备叫 我说我一叫就中 我说讲好 我叫了 如果你是最佳女主角 你可不要抱我 我说我是担心 你的男朋友在看着你 千万不要抱我 你跟苏琪这样说 我后来还好我一叫 结果不是她 结果真的不是她 那前年不是她 你喜欢苏琪的原因在哪里 她是越来越有味道 以前刚开始看她的样子 我太年轻了 我觉得还好了 后来看了她几部戏之后 从那个《非诚勿绕》开始的几部戏 还有有一部戏 她板的好土叫大陆 那天我问她 那部戏叫什么名字 她说叫彩虹桥 那这几年她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味道 所以你喜欢她那种款的 我喜欢那种款 女孩子 要很瘦很瘦的 然后还要嘴巴大大的 我不喜欢那种很高大的 你小小小的 我喜欢那种小小个的 像你都不像小小个的 像我小小个 可是我太胖了 又太老了 你才不胖了 不要这么讲 不要忘记非伯 不必是 这个王宇大哥喜欢苏琪 那这个如果有长得像苏琪的女孩子 可以跟王宇大哥 这个来交流一下 这个因为王宇大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江湖狭义型的人 他的医生充满了串气色彩 访问他十个小时 可怕都讲不完 那你的这个婚姻 当时这个轰轰动动 而且你还有好多这个在台湾的社会新闻上出现的案子 对不对 你现在回顾你年轻时候的年少轻狂 你会后悔吗 我不会后悔啊 就打过的架呀 闹过的事啊 你记不记得连那个什么酒家呀 那个是鲜花阁 你看你都记得 那个时候社会风气是这个样子 大家都喜欢交集玩乐场 说都是那个酒家 酒王 对啊 那时候年轻嘛 对 然后打架来讲 男先打架很普通啊 男先不打架的话就不是男人了 对 王宇 王大哥那个时候是一个一个侠士的一个代表 那新华阁那个案子 因为那个时候实在是没有社会新闻 这种社会新闻现在在今天只有两难题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那时候我刚刚在实习做记者 我为了要偷看王宇大哥长什么样 还跑去偷看一下 这个是王宇大哥 然后看完以后 然后回去晚饭都出来了 不坏不坏 王宇大哥真的 本人比独臂刀当然帅很多 因为独臂刀就像他演的 讲的武侠电影里面全部演了 就是手一挥的刀一砍 就两眼一灯就掉到地上去 这个在你演过的这个重要的戏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部电影 你最喜欢哪个演员 我们等一下来请教王宇大哥 我们今天在现场请到的王宇大哥 他是人生的阅历是对什么事物 大概都有一定的自己的看法 而且王宇大哥有一个最好的好处 就是他对他自己的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勇敢的回忆 勇敢的承担 我对你喜欢书琪 我喜欢书琪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次在一个得奖的场合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要把我以前脱的衣服一件件穿回来 这个很令人感动 因为他以前演的是托片嘛 对不对 那他这样公然讲的时候 让我觉得很佩服 他勇于面对他的过去 然后他要开展他的未来 所以喜欢书琪表示王宇大哥喜欢的是真实的真诚的人 对不对 了不起啊 敢做敢当了 耶 你也是这种敢做敢当的人 那在所有的你的电影里面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电影 因为我拍了太多了 我总共拍了快八十部戏 你叫我仔细想的话 独逼刀算是其中的一部 因为那是经典之作 那个经典之作 大家说是经典之作 那个导演好 基本好 就那部戏把我捧红了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我蛮喜欢的 你为什么那时候没有跟曾佩佩结婚 曾佩佩人家不一定会喜欢我 而且她长得像个男人婆 我不喜欢 她听到会打你哦 那你还有一个长期女主角是佼佼吗 佼佼就是独逼刀开始合作的 对啊 对啊 为什么你都没有跟你合作的这些演员发生情愫呢 同场拍戏的绝不闹恋爱 这您的基本原则吗 我的基本原则 为什么兔子不吃窝边草 兔子不吃窝边草 对 真的吗 对 这是我随便讲的 真的 而且那个时候佼佼有有先生的 哦 对对对对对 嗯 那是 郑佩佩是男员婆 这是王宇达哥说的 呃 佩佩姐姐你要去找他算账 找我们王宇达哥算账 没关系 我那很熟了 我们无话不谈 没关系 那男演员里面你最喜欢谁 男演员我觉得最会演戏的 香港是梁佳慧 嗯 大陆是孙宏雷 这两个人演戏 我很佩服 耶 刚好我都喜欢 为什么两个的 我那个眼光是这么一样 一样 可见得我有那个金马奖男主角的 这个眼光啊 因为他们两个戏 我看很多啊 嗯 孙宏雷演的戏 这个演什么像什么 对 梁佳慧也是一样 他演戏 因为他是李翰翔发掘出来的 对 老一辈的导演 我觉得他演戏啊 演坏的入目三分 演喜剧也是大家会想笑 演什么像什么 我觉得非常好 我喜欢 这次这个韩战嘛 对不对 这个梁佳慧 让我看了 演得非常非常好 梁佳慧 我好早以前还访问过他 那孙宏雷 这是我最喜欢的演员 我觉得他好像天生就来演戏的样子 一点没错 是不是 那你希望你未来可以跟他一起拍片吗 我现在要把身体先养好 现在这个阶段 我的经理人在大陆不敢帮我接戏 就推了好多部戏 所以失魂以后都还没有演戏 身体状况不好 你对张孝全有什么样的评论 张孝全这个小孩子很敬业 我跟他一起合作这部戏 我觉得他非常敬业 我们年轻的时候演戏 一演完在旁边就赌钱了 什么玩了 你们那时代的风景是这样 现在不是 现在的演员 他们这样张孝全 演完戏以后呢 没有演到他在旁边就拿个剧本在看 这么乖啊 大家因为你这个大师在旁边他害怕吧 不会了 他刚开始 第一天可能有点怕 跟我怕完一天的觉得很好玩 OK 有王宇这个爸爸 这个大哥做爸爸 那也真的不错 这么帅一个帅哥 人生阅历这么丰富 我当然还是要问您 您演了八十部戏 而且这个跨华人的世界 我看这个国际界的华人都知道您啊 这个在演艺界的这种经历 你怎么看台湾的电影 现在看起来好像中国大陆的电影 快要压过台湾的电影了 那每次金马奖 如果好不容易这个 让这个大陆人得多奖 去年的金马奖 引发一些这个政治上的论证 那论战 我不知道今年会怎样了 那您怎么看台湾的电影 要怎么样的突破窒息感 因为您在大陆做生意吗 对不对 有啦 有来来去去 你看的也比较多啊 大陆的电影 因为他们那个市场比较大 因为倒计时事业人口 他一部电影如果一成功 就是那个赚得清楚天文数字 电影是一个商业行为了 如果是一个戏赚钱了 当然市场比较大的时候 发展会比较快 就是一定的 全世界都如此 美国也是如此 台湾的市场太小 那市场小就演小的电影吗 像钟破塞啊 这种电影你有看吗 上次那个大卫卢曼啊 这种这个电影 它是比较在地性 而且它的剧本 它用比较在地的语言啊 这个挥鞋啊 来这个争取这个市场 可是在艺术价值上面 或是在得奖上面 他比较不讨好 像今年钟破塞没有得到什么大奖 陈玉兴那个导演还蛮生奇的 钟破塞这个戏我看了 我觉得是非常拍的非常好 哦 嗯 那个你讲前面那个大卫 大卫卢曼啊 宽洁也 太低手了 太低级了 不行 我不喜欢 丘利宽拍的 我不要在谁拍的了 我看了那个电影 不行 丘利宽拍的 这个说到不行的是王语大哥 宽简去找王语大哥 你讲稍把宽上 我知道 你讲丘利宽我不知道 稍把宽我知道 你看过大卫卢曼啊 我看了一段就不看了 OK OK 你觉得不好 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 对 我觉得以我一个专业的电影人士 拍了另一部戏的经验 觉得这部戏太低级了 OK 王语大哥敢作敢当 这个勇于批判 那你自己为什么 你好像从来没有做过导演 我有 我导了有二十几部戏 对啊 有啊 对不起 我这个 我都没有做意到 那你导戏的这个经验是什么 我没有 我们那个时候 做导演比较简单了 像尤其我自己本身有票房 人家老板也好 什么 爸爸对你做导演 一脚踢 那我一个礼拜就写一个剧本 我就自己导自己演了 你自己当剧本的写作 自己当导演 自己当演员 我第一部戏就是自己编剧本 叫龙虎斗 那是你自己编的 自己编 自己导自己演 那部戏当时就是把刀剑片改成一个新的路 改成全角片 那个戏在香港 那个时候是破所有的票房记录 OK 这个王语大哥等于也是全才 他的这个一生纵横这个电影界 你怎么看待电影圈的有些人 比方像成龙也是全角的电影的演员 然后他今天到晚讲错话 你对他一天到晚讲错话 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人低能 你说成龙低能 他一天到讲错话 讲一次是食物 加两次也是可能 讲三次四次就是低能 你跟他好到这个程度 还是这个不好到这个程度 我的辈分比他高啊 哦 所以你可以批评他 他有做过我的下手 做我的舞行啊什么 以前那时候 我们的辈分对啊 那我讲他也没关系 你们电影圈是这样子的啊 可是我在我这个圈子里面 讲别人讲一讲 人家还要反弹回来骂我了 现在没有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伦理的 现在的演员圈在台湾来讲 伦理到的比较差多了 现在的没有了 现在的老远看到你 明明知道我认识你 你要认得我 我也晓得他是谁 嗯 拍了个架子在那边 你会不会过去骂他一下 那也不会了 他不打招呼 大家不打嘛 我们才没有 我们现在是他打电话 扣印进来骂你邪恶 我有一次 我记得有一次 在一个电影的首影啊 看到一个什么 什么年轻的 什么天王 嗯 我当然知道他是谁 他也应该知道我是谁 台湾的还是香港的 台湾的 在台湾 电影的首影 嗯 那部电影他作曲的啊 然后 有个记者就跟我说 哎 王大哥 他说这个默默默在那边 你要不要站到他旁边去 跟你照张相 哎呦 如果你好好说 哎 他说 我替你们两个人 我替你们两个人照张相 你接不接一过去 对 我可以 他说哎 你要不要站到他旁边 就跟他照张相 他意思叫你去沾他光 哎 你跟他应该把他的 摄影机打掉 我就没理他 后来那个 那个不长眼睛的 又讲第二次 哎 我说我打你 你信不信 他就跑掉了 哦 那个他知道你讲的是真的 你看现在这些年轻的一代 真擦进透了 那个就在那边 就 就把他那个样子 如果早几年 我都过去打他 你说那个 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天王 我跟什么台湾的小天王 哦 名字我就不要讲了 希望不是跟我同性的 我跟他没有交往 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我讲嘴 你又不知道 刚才你提到那个 成龙大哥的低能 我因为成龙大哥不在现场 所以这个王宇大哥 讲一定是有他的根本 但是你觉得他拍电影 怎样 拍电影是专业的 他是能导能演能剪 可以 这个是专业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叫他以后这些事情 这些你不懂的就少讲话 对 你说讲错几次了 我听到了就这个第三次了 OK 我认为王宇大哥今天这个评论 我倒还觉得蛮中肯的 可惜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王大哥在我们的金马奖颁奖之前 访问到王宇大哥是我的非常大的荣幸 而且看到你身体健康也非常开心 你金马奖这个颁奖典礼之后得了奖 你还要再解锁我们法文 不管得不得奖 你随时你真照 我随时报道 真的吗 谢谢 我真的非常喜欢王宇大哥 敢做敢当 江湖道义 而且他的人生的意志力非常非常的强 他现在他长得很帅 他越来越帅 各位亲爱的女性长得像书籍的 赶快打电话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 我把你转给王宇大哥的经纪人 千万不要叫像我这么老的男朋友 千万不要 人的年龄 并不代表自己的亲身的状态 完全是看你自己怎么样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 而且为自己负责 王宇大哥 恭喜恭喜 我们要帮你加气机器 得奖 得奖 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 谢谢 祝大家万事如意 非常精彩的够够早餐节目 因为王宇大哥的来到 更为这个闪耀光辉 相信今天听众朋友一定都开开心心 我们等待金马奖揭晓 拜拜 拜拜